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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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给我们解释一下现在贷款的市场的情况 好吗 好的 其实美联储他们的加息呢 其实就像对这种conforming loan 或者superconforming的影响最大 因为这两种贷款都是Findyme和Friday night的 loan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机构呢 它是government sponsored entity 所以呢 就是美联储这些 这些financial的这些policy呢 对他们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基本上美联储加息的话呢 这两种贷款的利率都会跟着往上涨 像其实现在的话 10年的公贷呢 已经 今天已经到了3.5了 虽然现在收盘以后是3.49好像是 但是也是已经创过 创造了很多年的新高了 11年的新高 对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像这种conforming loan superconforming loan 也都是创造了 就是我们最近几年能够看到的新高了 比如说conforming loan的话 现在基本上30年固定都是要做到就是5.875 然后如果你是superconforming 可能会更高一些 比如说6.375这样 也都是我们看到的是最高的利率了 当然 当然是像在我们湾区的话 有很多的贷款 很多的贷款都是张伯隆 张伯隆的前一段的话 影响也是 虽然有影响 但是相对来讲会小一些 因为这些张伯隆呢 他们不是Findman和Friday Mac 他们基本上是银行自己的钱 或者背后有其他的investor 所以他们相对来讲会小一些 但是呢 我们这个礼拜 包括上个礼拜呢 我们都看到很多的这些张伯隆的program 也都开始把这个贷款 贷款的利息调上去了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去 我们在电台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些利率 比如说4.125 4.375 像7年的4.5 现在基本上7年都已经到 我们看到最低也基本差不多快到5了 然后5年的话也都要4.75 这样 这是我们看到比较好的利率的一件事 嗯 那所以说在purchase的人 他的合约是在最近一段时间 已经都签好了的人 他就必须要照着合约走 不管现在的利息是不是上涨 或上涨多少 他都得硬着头皮去贷这个款了 是 其实呢 如果已经进了合约呢 我不知道其他的贷款经济 我们通常尤其在现在当前的环境下呢 如果我们的客人已经进了contract 然后我们都是建议他们 OK第一件事情赶紧锁利率 把利率先锁定 然后 然后再看其他的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进contract都已经锁了利率 除非那种比如说你买新房啊 然后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close 现在这些新房的话就是也是比较 通常都会有delay 所以呢 有很多人都也没法去锁利率 你所谓的新房是说brand new 刚刚盖好的这种啊 那就是还没有盖好 还没有盖好 那这种 嗯呀 是困难更多一点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交屋嘛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他他什么时候交屋 他说他会给你一个范围 比如说 啊我们大概十一十二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这期间会close OK 大部分我们遇到大部分的这些builder 他们都会有delay 对 因为他们也要通过CT的inspection啊 嗯 你知道CT的话也通常都比较慢 所以通常都会有delay 通常会有delay 并且还有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 比如说天气风雨交加啊等等怎么办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购物者面临的困境 就是他如果有钱在股市里面 又钱都缩水了 但是他还是赚钱 他又舍不得卖 同时他又想到卖了还得付税 这个对他的downpay也有影响 这个也是困境之一 心里面要克服很多重重关卡 那英文就是他必须要经过process这些难题 他什么时候想开了 他就豁出去了 他就买了 那股票的价值是比较低了 首付的确是变少 那就是像家里借钱呗 对吧 嗯嗯 对其实嗯 就是呃 呃 现在呢 确实像你所说的像尤其是第一次买房 或者有的时候你买那个新房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呃 我已经看到我有客人 他们本来呃 呃 就是他反倒不是一开始 呃 一开始不是在我们这里 他们是找了builder的那个呃 呃 他们自己用的lender 去做的 然后结果他们已经pull了 但是没有lock利率 现在呢利率涨了很多很多 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就就不能够qualify了 然后呢呃 这个这个builder呢 又因为你知道现在builder的房子也不好卖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退给那个呃 退给他们的那个金金 哇塞 就想让他们想办法去把房子买了 所以这也是只是一种困境 就呃 就是由于利率上升啊 当然你利率上升 你每个嗯 那个payment的也会变高 所以你的还款压力也会变大 另外呢 就像呃 就像大家也看到 现在股市最近好像也跌了很多哈 呃 而且呢 有人预测说future还会有更大的跌幅 所以呃 尤其在我们湾区很多人都是呃 尤其是有公司的股票啊 当你股票贬值的时候呢 你的首付也就变少了 本来一开始说想卖股票呃 做首付 但是呢 因为股票哎呦 跌得这么厉害呢 又舍不得卖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困境 然后呢 呃 而且就是像你如果还是是第一次买房还没有买的话呢 那现在大家也能够看到通货膨胀又是很高 如果你本来有一些钱想去做首付 如果你如果你现在不买的话呃 你的首付也会每年有百分之八的贬值吧 哎呦 真的是真的是 并且现在如果是租房子的话 一签约就面临租金再度上涨的一些困境了 是我记得呃上次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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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出来的就是那个housing expense 对他的contribution就是还是蛮大的呃 呃租金上涨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其实如果你租你租房住的话呃 呃我跟几个有一些客人去去聊起来 他们也都说租金长的其实蛮厉害的 所以呢 虽然现在的这个利率呃比较高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 如果也是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 然后你还是要想办法去赶紧去买好你第一套房 然后其实其实你一旦房子买了的话呢 你利率的话虽然现在可能高 但是呢你以后如果利率降的话你都可以refinance 但是如果当然如果利率不降的话 那那你也不后悔嘛 因为你也锁定了相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利率 嗯好那这些是第一次购买房子的buyer 他所面临的困境 但是也有好处啊 因为房价至少他没有那么疯狂的上涨了 并且看到市场上的inventory也还蛮多的 并且现在是居于seller跟market 跟buyer的这个拉锯站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是seller的market 现在有一点味道好像是buyer比较拽了嘛 对吧 他是付钱的人了 是吧 嗯嗯没错 其实呃 其实周末的时候呢 我自己也去去去了一些open house啊 和一些地产经济有一些交流啊 就是大家普遍的认为 然后房价其实有好多的地方都已经呃 有一有还蛮蛮大的这种呃降幅了 尤其比如说三国啊 甚至像coup tino这些地方 他们说的也都 我是呃听他们说的哈 就他们也都说 基本上现在已经有10%的呃降幅了 其实呃而且也有很多的人呢 就想卖房 但是呢现在也是卖不出去 他们又想呃稍微卖一点好的价钱呢 但是呢就是也没有人愿意去给他们更高的价格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虽然利率高一些 你可能每个月多付一点点 但是呢你的房价呢 其实现在通常你都也也可能会有一些discount 然后呃呃那些discount的compared to你那个payment 其实那个discount是更多的哈 有有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买低一点的价位呢 多付一些monthly payment的可能可能这个时候也也是一个好时候 因为你可以那个价位降的很多了 嘿嘿好 那来告诉我们一下conforming the loan 自住房投资房是利息是多少 嗯好的呃就是conforming loan的话呢 那基本上现在呃只有这种呃30年30年固定的这种program 然后呢呃利率的话 现在我们看到基本就是5.875那样 然后哦对我我现在呃呃呃 一说到conforming loan呢 我们我也想提一个就是呃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接受2023年的新的conforming loan limit 哦是的 虽然那个对虽然那个loan limit的具体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接受到你的贷款额到71万5 呃如果你在71万5以下的我们都可以做这个呃conforming loan的program 你知道呃通常conforming如果你相同的情况下conforming loan的话 要比这种superconforming loan的利率要低大概0.375啊0.5这样 哦所以如果如果呃呃大家比如说你的那个贷款额正好是在 呃呃是在呃呃六十四万7到71万5之间的话呢 那你可以找我们我们可以帮你去做conforming loan的利率 哦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是而且呢而且这个也可以apply到投资访 当然投资访的话呢现在conforming loan也是大概6.75 如果你是superconforming loan的话 那你利率的7以上是肯定的吧 现在很少有人做呃就是做这种superconforming的 呃呃投资访如果遇到那种情况呢我们通常都是做一些呃呃 占博龙啊利率会好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有那些呃呃25%首付 然后你的利率都可以做到现在应该是可以做到5.75那样 当然他是一个5年的arm 但是compare to你那个呃呃做那种superconforming loan要呃呃 大概7% 要比那个是好很多了 的确 好 想要打听一下自己的 这个qualification的条件 关于贷款的话 请致电叫码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我们要进一团工商资讯了 进完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我们今天的下半场 是请黄建雄老师谈股票 也是欢迎您的call in的 好 马上回来 IWC瑞士万国表飞行员系列 Top Gun海军空战部队计时晚表 采用坚固耐腐蚀的陶瓷和钛金属制程 CH Premier昌新珠宝 邀请您参加大型瑞士万国表 Top Gun名表展览 9月21至9月26 Santan Clara Westfield Valley Fair 立即致电408-380-1888 或浏览chpremiere.com预约 昌新珠宝万国表精品名店 Santan Clara Westfield Valley Fair 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Julie Jo 祖传的手法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到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408-340-5653 408-340-5653 GMCC万通贷款 住宅贷款业务 新扩展至内华达 德州 弗洛里达 乔治亚 夏威夷 新泽西 由他全美35个州 总部位于湾区的华人 德克林德 10万到400万的大小个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欢迎致电GMCC专业贷款顾问 获得免费咨询 1866-GMCC-WAY 网站gmccloan.com 便由infoatgmccloan.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顾问加盟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GMCC资深贷款经纪 帐马 有自己的房子是美国梦的重要一部分 但是很多家庭收入不高 也没有存下多少首付 加州政府现为第一次买房的居民提供10%可免除贷款 可以用来做首付 这个贷款没有月付 住满五年可以全部免除 这个福利有收入的限制 欢迎联系我了解详情 电话是408-858-3198 408-858-3198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主持人周乐 今天在上半场来谈一下贷款的环境 我们就是实事求是 现在的这个利率的确是比较高 那至于未来呢 有人说从2024年可能开始会降下来 这个也就是要看情况 走一步看一步 有刚需的人房子要买 那也只好就是用现在 在现在的环境中请降马 来替您借一个最好的program 降好我们提到了 这些conforming自住房的利率是多少 投资房大概是多少 现在来讲一讲大额的贷款 自住房是怎么样的情况 嗯OK 那现在自住房 我们基本上也是看到 比如说五年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4.625啊 4.75啊那样 然后如果七年的话 也基本上现在是到5% 这样 然后如果你想稍微低一点呢 比如说4.5%啊 你做个三年的话也可以 其实如果你收入没问题了 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 嗯 三年的话是用多少percent来qualify呢 OK 比如说我们现在三年的arm的话 是4.5% OK 那我们去审核你的时候 我们会加次的就是用 比如说用8.5去qualify 所以这个对收入的要求 要相对要高一些 可是在付款的时候 这前三年都是只付 payment是4.375% 没错是 我认为三年以后 这利率会降下来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个人的感觉 好 那投资房呢 嗯 如果你是张某龙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 肯定是在6.5到7之间啊 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program 也还比较好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 如果你做五年的arm的话 反正25首付都可以做到5.75那样 但是如果五年的话 可能比较有的时候 你认为可能比较短 那你如果多付一些首付 现在我们也有那种比较反正35首付 还能可还可以做到6以下 比如说5.875 它是10年的arm 其实我觉得这个10年的arm 和30年固定 基本上没有区别 因为我觉得10年 对于我来讲的话 10年和30年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我觉得一个贷款很难 或者到那个10年都没有去变的 我了解你的说法 对 那如果它的当配 它只有25%呢 只有25% 我觉得你可能就做那种五年的arm 如果你是张某龙的话 其实那是一个蛮好的program 五年的arm 5.75 那这个是用多少percent来qualify呢 这个基本上它是用一个index的margin 现在它这个加起来的话 应该是6点 也是将近7 它是大概7percent的qualification rate 现在是 它是现在是用什么index啊 是用Libro呢 还是用其他的index 它是用 它不是Libro 它是一个还蛮 蛮 叫CMT 那个index CMT 就记住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那index 现在它大概是 现在是3.875好像是 好 那所以现在HELOC的 也就是用这个index 再加上prime rate 那这个利息也相当高了 是 但是 这也是对 也是要看收入了 就是现在利率提高的话 其实对大家的收入的要求 还是 还是 就是更加的challenge了 我觉得 对很多的包容来讲 嗯 好 现在来讲一讲 刚刚毕业不久 第一次购物 那他们的特色呢 就是当配不太够 它的优点就是 它只要在对的行业里面 它的薪水 尤其是夫妻两个人 这个combine的income都蛮可观的 可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可能并没有两年的工作历史 那它的 不管是当配不够 或者是收入不够 哎呀 找家人 那就是父母嘛 父母也很愿意帮儿女这个忙了 对吧 所以是收入重要 还是信用重要 还是首付 应该怎么解决呢 嗯 好的 其实呢 我提到这个讨论的话题呢 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年纪啊 也是差不多 我很多的朋友呢 他们小孩呢 也都开始毕业了 我已经开始和 就是帮着我很多朋友的小孩 去做prayer pool啊 就会遇到这些相应的情况 就包括你的收入啊 信用啊 还有这些守护呢 都会是年轻人的一个 一个困难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收入的话 你刚毕业的话 基本上很多公司 也也很难给你特别高的工资 尤其是你还不到两年 可能有一些bonus啊 或者RSU啊 可能还不能用 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就就会是问题 呃 在收入那方面呢 其实呃 大家有很多的误区 都认为你工作要有两年历史 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啊 就是普遍的guideline 对于我们来讲的 很多的program都是 就是需要有两年的工作历史 但是我们可以把你上学的这段时间 当做你的工作历史 不忧 你上学 你上学加现在工作 你就可以去用现在的收入去 呃去去qualify 嗯 当然因为你不够两年 或者或者那是有时候甚至不够一年的话 你这些bonus就不能不能用 然后你的收入可能就会差 这个时候呢 其实如果如果父母的话 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 他有一些父母五六十岁的话 他们的收入其实蛮高啊 或者是他们有很高的asset 他们都可以去帮助自己的小孩去去做co-signer 这样用父母的收入先帮助小孩子把啊 把这个房子先买下来 呃 其实我觉得我这有一个题外话 其实我觉得呃 作为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我们要教年轻人去早点去做这些房地产的投资 因为我觉得呃 买房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方式 而且呢 年轻人你早让他买房的话呢 他就不会乱花钱 因为他需要父母给 因为是强迫储蓄 是是 所以所以你可以用用父母的口赞啊 呃 另外在信用那方面呢 如果你是年轻人啊 刚毕业啊 一个我们通 我们常见的一个困难就是 他们的没有很多的treat line 就是treat line不够 有很多的张博弄program都都不给借 所以但是呢 我们也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program 包括我们用呃 这些conforming loan的guide line去审核张博弄啊 这些都可以呃 不看你的 不看你的信用历史 然后只看你的信用分数 然后只要你的信用分数680分以上的话都都可以 甚至有的时候你的呃 信用分数不够680 比如说你用口赞 我我前面做了一个就是小孩收入不够 他的信用分数也不好 但是呢 他的父母 收入又好 然后信用分数又高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收入高的那个人的信用分数 哦 然后就可以就呃就帮他把贷款做下来 还有的时候比如说呃你你一个couple 然后呃丈夫去呃呃就丈夫一个人收入 但是丈夫的那个信用不不太好 但是他妻子虽然没有收入收入呢 但是他的信用很好 那我们可以把妻子加进来 然后我们用两个人的平均的那个信用分数 然后就可以把信用分数拉上去 也可以让他们就符合那个要求 哇 其实我觉得一个borrower呢 他因为每个人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AAA等级的qualification 如果直接去找retailbank 他们那些行员还真没有这么flexible 也也没有这么的灵活替buyer在想这些方法 还是找好的loanbroker是最有最最好的 对自己最有利的 好 那来讲一个硬邦邦的问题就是首付 首付也很结困的 对 首付的话可能大家都认为 哦 我要有20%首付我才能买房子 实际上并不是那样 首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doctor 就是medical professional的话 我们现在都有0%首付 这是0%首付 真的是这样 当然还有比如说你是confirming loan的话 现在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可以到71万5 这种代管都可以最少都可以3%首付 如果你是superconfirming loan的话 你都superconfirming loan现在是 是就是7万的贷款额 这种贷款额你都可以5%首付 然后比如说像张伯龙的话 你都可以比如说10%首付都可以借到250万 所以这些首付的话 如果你自己首付真的比较少的话 你也可以让我们来去看一看 帮你算一下 你可以并不是说你首付少就不能贷款 而且包括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年轻人然后父母有钱愿意资助的话 也可以用父母赠予去做你的首付都可以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就是刚才大家可以可能听到 然后我们在那里做那些广告 就是现在加州他第一次买房你首付不够的话 他可以给你10% 那个10%的话你都可以去当做首付 也可以当clothing cost 然后就会让你去帮助你去买你的第一套房 好棒 对 这个节目呢是在我们上个月的时候讲到的 没必我来抛出一个主题啊 就是关于这个贷款呢 很多人都很急着想要知道内容 我们下次可以再来谈谈这个 同时把buy without sale 就是换屋的人 你不要看这些年轻人 他有的好聪明哦 工作做得很好 收入很高 但是他都只有真的是只有买第一次买屋 他对于要换屋这些钱财的布置 还有各个program能够允许到哪一个地步 他们还真不是太知道 他们还真想要知道 我想抛出这两个主题 留待我们下一次的节目 仔细谈谈您觉得怎么样 好的好的 要贷款请找叫马来聊聊 他的电话号码是408-858-3198 408-858-3198 下半场我们要访问黄老师黄建雄 来问股票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七点半之后就打电话进来 我们就会按照先后的顺序来回答您的问题 好 加马非常感谢你 祝你晚安 拜拜 好 拜拜 好消息 西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西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b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b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张力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私生房屋贷款专家 他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便的疑难杂症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请勤奉上 1030 Palo Alto Avenue Palo Alto 西班牙风情迷人庄园 四房3.5玉 3800平方尺 占地0.4英亩 要价898万8 95 Jennings Lane Asiton 现代设计奢华雅院 六房6.5玉 5560平方尺 占地1.05英亩 要价1098万8 详情请致电德利昂 650-785-5822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请勤奉上 1030 Palo Alto Avenue Palo Alto 西班牙风情迷人庄园 四房3.5玉 3800平方尺 占地0.4英亩 要价898万8 95 Jennings Lane Axerton 现代设计奢华雅院 六房6.5玉 5560平方尺 占地1.05英亩 要价1098万8 详情请致电德利昂 650-785-5822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欢迎您回来 那我们在介绍黄建雄老师之前呢 我也要跟听众朋友先问一下 先请求一下 就是在您call in的时候 是否先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您是在网路上面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还是从电台收听呢 我们想做一个民意调查 我们先统计一下 看一下是您是随哪一个管道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我们现在就已经热线全开了 知道黄建雄老师要来为我们讲解股票 大家已经在打电话来问问题了 650-968-2000 让我们热情的欢迎黄建雄老师 黄老师你好 在上个礼拜 道琼斯总共下跌4.13% 标普500下跌4.77% 纳什达克下跌5.48%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看到因为这个齐全 其实是可以一直都在交易的 有一些做手呢 他们已经在礼拜五收盘之前 就把他卖空的position就close掉了 他们可能觉得跌的蛮多 可能下跌会暂时指一指 那看到今天呢 今天是19号 在股市收盘的时候是收高的 道指节气收盘上涨了197.26 涨幅是0.64% 报收31019.68 纳指上涨86.62 涨幅为0.76% 收视报11535.02 标普500上涨26.56 涨幅为0.69% 收视报3899.89 但是在制药股像Pfizer 还有BioNTech等等 疫苗概念股反而走低 10年公债的回收率 今天突破一度突破3.51% 这个是创了11年来的新高 当然两年的比10年的更高 所以U-curb又是成倒反的现象 王老师 现在的这个股市好像是一桌麻将 被不大会打的人 有的把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chaos变得更糟 有的呢 他就能够很理智的sort out 但是也不明白为什么今天的股市还要上扬 您怎么说 我要这个没所谓是谁对谁错 就是市场是永远是对的 那么今天的情况就是先跌后涨 可是呢 就经过了在经过了六天的下跌之后 才有访谈 那访谈的幅度也不是很大 那么他也还没 还是低于五十天二十天一百天两百天军舰 所以传线所有期间段的趋势都是看跌 今天他这么拉上来的话 可能会有一天两天的反弹 有一些反弹 然后遇到主力之后 可能就是再跌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这市场跌得多 现在市场每一次跌的话 都肯定有人会进场去想买便宜货 有些尤其是一些长期投资的人 他们可以分批的 就是跌跌买买 然后再跌的时候再买 也可以 那么他们是长期 可是现在市场的趋势看来 一来是技术上是看跌 二来还是全世界的经济还是积极可危 联邦准备局和九个 好像总共这个礼拜九个中央银行 要加利息或者是调整利息 欧洲央行 欧洲的话 他们的情况被俄国的机材 在能源方面的机材 造成他们进入进气不景气的机会很大 美国的话联邦准备局 极力的要打击这个通胀 加息可能会加的特别忙 那这个星期三 我们的11点钟 他们会提升利息 大家觉得绝对可能就是0.75% 也有小的机会是1%这样 所以利息就可能可以加了 加了之后要看看他们的会后的谈话 会怎么样 假如还是保持鹰派的话 那么这个市场还是会下来的机会比较大 你是说如果上涨1%市场会下来 如果是0.75%是不是已经price in了呢 大家就这么想 你有什么price in 大家都是price in的名词呢 就很虚幻 price in多少 怎么price in 那是很难说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这么想 我们今天买 主要原因就是可能大家都已经price in 这个0.75%的加利息 它根本出来的话 我们就vary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未必是可以准确 最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它加了一息之后 它怎么说话 等于说 还是要 现在的情况还是不太妙 还是要继续 加快加息 这种言论的话 那么实际上 也会下来 这个不是很明显的吗 联储局它现在只顾压通货膨胀 避免物价上升 它的目的 你直白的讲 就是它就是要把你股市压下来 就是把经济拖下来 就是把经济拖下来 给股市打下去了 它的目的就是这样 可是很多人就是觉得 别拖出了就可以买了 这之类 今天有 一二三 三个分辞师 两个说 一个 分辞的分辞师 说 这个市场的估值还是过高 所以应该 还是要下来 我跟心里的 Megle Wilson 当然 他也觉得 还是要继续下跌的机会大 就是试探6月份的低点 然后 Gobenset 就是调低 GDP的成长 第三季和第四季 第三季是1.1%成长 第四季是1.1%成长 然后整年的话 那第四季 第四季 对去年第四季的话 就能增长 这样 所以很明显的 大家都觉得 这个经济慢慢的放缓 好 慢慢的放缓 如果明年还在加息 今年是加的最aggressive了 如果明年 他们是说 要把 Fed Fund Rate 就是联储局的 Open Meeting的这个Rate 要涨到4.25%到4.5%之间 即使那样 他也得要把 把现在的通货膨胀 从8.3%也得压下来 到很可观的 接近2% 他们才会助手 由此可判断 就是2023年利息还在继续增加 然后全球 还是美国是最稳当的一个国家 如果外国感染美国 让美国的情绪拖累下来 可能这个情况 要到2024年才能复苏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技术方面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beat the market呢 beat the market 你就是要看趋势 趋势下跌的时候 beat the market的方法 就是不和趋势就对 好 这个是理论啦 那在你技术分析的人 是不是要利用一点什么 Double Play 或者是Pair Trade的方法呢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很简单 就简单做就好 现在呢 你不买股票 尽管你看到今天 有抬头的机会 可是你不买股票 你等到去到主力的时候 你卖空股票 这个就是 非常简单的 做法 什么Pair Trade 什么那些 就是太复杂了 当然 就是Buy Long Sell Short 两件事情 可是现在的最适合 就是 逢高 Sell Short 逢高卖出 Sell Short 好 最重要的还是 正确的判断市场 好 听众朋友 我们进行到这个地方呢 稍作一段工商资讯 那我感谢听众朋友 打电话来告诉我们 您是从网路上收听到的 那听说TuneIn Radio 今天是不Work的 但是AM1450是正常播出的 所以有好多种方法 您都可以还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我非常衷心的感谢 您继续热爱我们的节目 我们现在就请Call In的朋友 先告诉我们 您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进一段广告 两分钟以后回来 昌星中宝邀请您参加IWC 瑞士万国表 9月21-26 全美巡展第一站 Westfield Valleyfair Mall 名表展览 资深理财顾问Amanda Wu 叙述年金保险原理 以及优势 德利洋地产 卖方经济奥坠孙 详解近期湾区房产的市场走势 并介绍新上市屋 9月24-25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On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gain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gain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b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点一下 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and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呢 请记住登陆sbcmedia.net 等一下Broadcast的Play按钮就成了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徐安林 医学博士徐医生毕业于美国披兹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史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免疫 哮喘专科学院院士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MAXREAL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快速到位 Yes MAXREAL 听着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是9月19号礼拜一 我是主持人周乐 现在呢我们的热线全开 欢迎您的扣印电话 6509682000 6509682000 那我们再做一个统计 看看听众朋友是用网站上收听 还是用电台在收听 OK好 黄老师那请继续讲 我觉得今天的VIX还有VXX 它的活动量也比今天股市上涨 它是走的是背道 而且背道的还相差的很大 这个其中的原委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是非常明白的 我觉得 所以在一天的过程之中 用VXX来看市场是蛮准确的 其实今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 也不是经过10点钟 因为10点钟 我上另外一个电台的时候 人家问到为什么VXX跌这么多 我发觉到真的跌很多 VXX10点钟的时候跌了7个百分比 收息的时候跌9个百分比 那么跌这么多 它很奇怪 因为当时这个市场都是跌的 再跌的 那么在跌的时候 这个VXX现在是涨了 可视的法律为跌 跌不单纯是跌 还跌得好厉害 那么据我明白的就是 大户或者Nutual Fund 或者是Hedge Fund 或者是大户 他们往往就是利用这个VXX 来配合他们的动作 假如他们等一下会大买股票的话 他们会先卖空这个VXX 所以VXX就会先跌 然后等到他们真的 他们的Buy Program要出来 他们把U的这些运作出来的时候 就把股市推高的时候 这个VXX可以跌得更多 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很早的时候 市场还没反弹的时候 这个VXX跌得好凶 然后果然收息之前 市场就猛拉上去 所以今天的这个动作 就证明了我这种想法 实在是很悬 我觉得很悬 要考虑的东西实在是很多 我觉得现在有太多人 都是在用TQQQ SQQQQ或者是用其他的 不要用纳什达克 而是用其他的标普 或者是Russell 2000这种 他们的三倍看涨三倍看跌的 这种ETF在trade 作为trade 那有的时候盘后台还要追加等等 然后也 我看他们真的是好认真 周末也不休息 市场结束以后也不 也不休息 而继续trade 这个是他们的工作 是他们的工作 那你会这样做吗 我不会 可是不是我的工作 我已经没工作 你是以前曾经这样做过 可是今天的Bitcoin 为什么也是波动性这么大呢 Bitcoin是跟市场的 没办法 市场跌的时候 前几天不是跌吗 它跌得好厉害啊 它最近曾经从两万三千块 跌到一万八千 然后再拉起来 今天是一万九千四百五十六 所以两万还是它的主力 然后过着两万的话 就是两万五是它下一个主力 所以就两万到两万五之间 然后整个比较大的幅度 就是一万五到两万五之间 它的趋势是看跌 OK 它的趋势是看跌 趋势还在继续看跌 OK 好了 听众朋友我们欢迎您的call in 6509682000来回答第一位听众朋友的问的福特 福特今天上涨1.43% 价位是14.93% 首先要看这个值不值得 现在要connect新的钱到福特公司 然后再看它的趋势 这个市场下跌的情况之下 就先不买 可是福特来说 当然是蛮不错的 无论是技术上 还是它的生意上都不错 它刚刚爆出它 反正上个月的记录 还是不错的 它卖车卖得很好 各种确的买得不错 所以到其他还是 相对来说 比较其他的股票还是蛮稳 是的 今天占稳了14块半 这个50根均线机场 那么面对的是20根均线 15块2毛3 它再上去的话 就16块 16块是它的200根均线机场 市场的趋势是下跌 它的Fort的趋势是上涨 因为它守住了50根均线 和100根均线 Fort是看好 可是市场不合作的话 还是有问题 假如市场合作的话 就买福特了 OK 好 刚才讲的是福特汽车公司 下面是过去的一个MING的股票 它的代号是AMC AMC今天上涨2.23% 价位是9块1 可是它的这个图表好像不大好 大家还是非常喜欢去炒它 当然有技术去炒它 是蛮好的 就是因为它是大涨大贴的那一类股 从8块半涨到17块 原来从17块 马上用同样的时间 接回来8块3 现在是9块1毛8 我绝对没有理由去投资这支股票 你去炒卖 短期炒卖可以 现在的情况就是 8块钱是基深 刚刚碰到20天基深的主力 所以它要上涨的话 最好是过10块 11块 过11块 它才能够恢复上涨的支持 好 下面是问到FEDX FEDX FDX FDX 对不起 FDX 也有一个股票代号是FEDX 好 它在上个礼拜五跳空下跌 今天是稍少的反弹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股市下跌很多 但是反弹都无力 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它也是反弹无力 尽管是今天涨 它的问题就是 首先基本上就是说 大陆阵域不好 然后前景也不行 所以当时它跌了这么多 有史以来跌这么多 凡是跌了多的股票 我都不会放 应该要等三个月 对 要看它下一期的季度是怎么样才行 对 我们看这些股票看得多了 我们接大街20到40个%一天的那些股票 都要涨很久都不行了 所以这个到过FDX 好 所以要避免 I'm with you I'm with you 下面是Home Depot HD上涨1.61% 价格是200块4毛2 Home Depot两天上涨了 两天上涨呢 就有一个马股的信号 28042对不起 我报价报错了 是280.42 280 嗯 它从270块左右上来涨了两天 它还有一些上涨的空间 292块半 是它的 20千和100千均线的交叉的地方 是汇聚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主力会大一点 短期可能会再反谈一下 好 下面是FISV F for Frank I S for Sugar V FISV今天收盘 103块6毛5 FISV S S FISV FISV 它呢 这有三顶的图形 而且是头尖顶的图形 说两顶也行 我要问其实是真的是三顶 就是这个头尖顶 111是一个顶 然后分别是108和109 是两个顶 所以是头尖顶 它今天有些反弹 可是我对它希望不大 它现在已经在五千均线主力 然后再下一个主力是104块8 当然是105吧 最多可以上下105 可能又再接了 好 NVIDIA最近因为它的业绩爆得并不好 并且它也自己说 美国的政府限制它 不可以把某一种chips卖到中国 因此它的股价 还有它的revenue 股价是下跌 revenue也是下降 它今天反弹了1.39% 看看它今天收盘在133块8毛2 它的现行还是并没有恢复怎么样 是吧 对很差 它反弹也不多 它与它这些升跌这么猛的股票 今天涨1.3% 1.4%是不够的 它没有什么理由再反弹更多吗 对没有 暂时没有 所以它马上又到130 OK 是在140块 这地方是会有一些阻力 它近期反弹的太弱了 所以就显示大家还是不放心买它 还在接的机会比较大 大多数的高科技公司自从下跌幅度比较大之后 它的反弹也都是比较无力 像半导体就是其中一个 那像下面一个问题是Apply Material AMAT它也是反弹 今天是反弹可是连1%都不到 价格是89块7毛2 它何时可以翻身 它是刚刚在低点 86块左右 是因为有一个低点 所以它在那里反弹 上面的主力是95 所以它们都是 它假如现在就是你用了86块做机舱 86块这个机舱不住的话 它就会再接 可是现在可能会反弹到45 好 下面一个问题是ENVX 它是什么呢 它是Industrial Electrical Equipment 今天上涨4.83% ENVX 这支股票它过去的一个多月 是在19块到26块这个地方盘整 很明显的 你去到19块你就可以买 去到接近26就可以卖 这现在是22 这三个顶 就是在上面26那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它为盘整 在盘整局面的一个股票 可是要整体趋势的看涨 你要突破26上面 那么就可以再度上涨 好 谢谢黄老师 谢谢您 祝您晚安 谢谢您给我们的input 非常感激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call in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